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最近天氣不是越來越熱了嗎 有發現就是你一個妝都還沒化完 你屁股就已經濕透 臉上該卡的粉也卡了 是我知道 因為我之前就分享了很多就是手法很細膩的一些妝容嘛 不是每個人都有那麼多時間化 然後有些人可能也只追求一些比較有氣色的一個類似尾素眼感的妝 所以呢今天要分享一個就是非常簡單可以完成的妝容 然後像這樣子有氣色的感覺 的一個尾素 我素眼妝實在是有點過時的說法 不然我說一個國王的新衣妝 看了自己開心的妝好不好 簡單快速有氣色 然後就常有人會問我說 我的皮膚有粉刺然後眼下有顆粒 那我應該要怎麼樣才可以化出一個清淡的妝呢 我真的很想幫你但是我幫不了你 因為你要化一個淡妝其實最重要的點就是先把你的皮膚用平整 就是不需要真的像白紙一樣 可是至少要把臉處理到平整 簡單比喻一下好了 就是你想一個白紙它是一張紙平面的一個狀態 跟另外一邊呢它是一個紅磚氣成的一個牆 那紅磚牆它是不是就會有一些坑坑巴巴還有一些線條 那如果想要把它用平整的話 肯定就是要用很厚的水泥鋪上去 表面才會看起來平整 所以假如你的皮膚就是像紅磚氣起來的牆一樣 是有凹洞的、凹陷的 然後或者是凸起來的東西 你真的要用很厚的妝才可以讓它修飾掉 可是如果你的皮膚跟白紙一樣比較平面 那你就算是化一個淡淡的水彩上去 皮膚也是會看起來很有平整的感覺 所以重點就是處理好你臉上那些凹凸不平的地方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就是有機的時候 我覺得夏天超級適合使用的東西 因為很多人鼻頭粉刺在夏天的時候都會瘋狂暴漲嘛 要跟你們分享兩款鼻膜 超好用 而且非常不刺激 就是那種皮膚很薄的人也可以用的 就是這兩款鼻膜它是LG旗下的CMP這個品牌 然後他們家的這個鼻膜非常有名 那我是沒有辦法示範我自己啦 因為我的皮膚不想太好 好想打人 混合偏乾 第一次的部分呢是有那個鼻頭粉刺的 可是因為就是毛孔比較小 所以BA看起來效果不大 所以我當時就是先請我爸跟我朋友 就兩位油肌 然後毛孔比較粗大的人 先個別試用過這兩款 然後發現效果 BA很散 所以才接下的 我就是業配 沒錯啊 但我良心業配 先請他們用過覺得OK 第一個呢是這個 CMP粉刺進化泡泡鼻膜 然後簡稱泡泡鼻膜 那這個是他們家的新產品 然後它本來還有一個很經典款的這個 這個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它主打的就是五分鐘快速生成清潔 然後把它粉刺的都清除乾淨 很溫和 然後所以可以天天用的那種鼻膜 那它不是絲除式的 所以它是完全無痛的 很簡單 就是先把臉洗完之後呢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鼻膜敷上鼻子 但是要注意一點 因為它的這個鼻膜 它有分兩面 因為一面是平面的 然後另外一面呢 是有一個凸粒感的 那我們要先把平面的那一面呢 就服貼到我們整個鼻子上 然後等三到五分鐘 OK了之後 取下 然後另外一面 它就是上面有一個 矽膠的按摩顆粒 所以它有一點微微的一種 凸起顆粒感 然後用它呢 去在你鼻頭粉刺 比較猖狂的地方 就是按摩 如果你整顆鼻子都很猖狂的話 你可以整顆鼻子都按摩 它按摩起來其實蠻舒服的 而且它那個顆粒感就是 不會造成皮膚的刺激 整個這樣打圈按摩之後呢 因為它上面還有一些泡泡 然後那個也是深層心結的泡泡 那就是你一邊按摩 然後也可以把這個泡泡呢 按入我們的毛孔裡面 然後去做一個角質軟化 然後也可以把我們一些 比較浮在檯面上的 鼻頭粉刺呢 按摩出來 按摩多久就是看你個人啦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不要把你的鼻子按摩到紅就好了 不要太大力 然後你就這樣按一按之後 就可以去把它沖洗掉了 然後鼻子就很清爽 因為鼻子上面那個油脂 會整個被清出來 然後摸起來就是那種清清爽爽的感覺 而且不會乾燥 然後因為這個的話呢 它本身是相當溫和的一個成分 主要都是一些草本成分 所以它用在臉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比如說有些眉心的地方呢 也是很多粉刺痘痘的 那你就可以浮在美心 然後或者是說下巴的地方 有一些粉刺痘痘也可以直接浮在下巴 下面一個呢 是CMP的粉刺分手提進鼻模組 那這個鼻模組呢 是CMP最經典的一個產品 而且我是你知道每次在查什麼 韓國的彩妝保養的一些資訊的時候 它都會出現 每次都會出現喔 尤其是夏天更可怕 就出現在一些排行榜上面 深層清潔能力更強效 所以我就直接請我爸來示範給大家看 你知道男性生物嗎 出油量大 那個鼻 差點說它鼻孔大 它的毛孔也比較大 然後粉刺也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它那個BA效果 會更明顯的可以呈現給大家看 然後同時我也要講一下 因為我爸他本身是一個明落肌膚 就是他完全不能碰酒精的喔 他一碰就是整個泛紅 然後他也不能用什麼太刺激性的保養品 就是有一些什麼很滋潤阿 什麼濃度很高的阿 他用起來就是哇 就是不行 所以也是 它是一個明落肌 就用給大家看 它也是一個雖然很強效 可是不會刺激皮膚的一個鼻膜 那因為它主打是深層清潔 所以它用法會比泡泡鼻膜再多幾個步驟 首先你就是要也是一樣洗完臉 然後敷上一號鼻膜 那這個一號鼻膜呢 它是軟化角質 然後也可以整定皮膚 然後它因為是低刺激性的 所以敷了15分鐘你就會感受到 鼻子我覺得比較嫩 因為我有摸一下鼻子的那個皮膚比較柔嫩這樣子 然後呢第一個鼻膜敷完之後 你就要拿出棉花棒 那棉花棒它會有附贈 就是黑色的棉花棒 那你可以在鼻子上面做一些打圈 特別要打圈的地方 當然就是你油脂粗的比較多 然後粉刺比較粗大比較多的一些地方去打圈 你就會慢慢搓出粉刺 就這樣搓出來了 然後我就邊幫我爸搓邊發出 真的有耶 都搓一顆一顆的耶 然後我爸就這樣 有喔 是喔 有喔 但因為它是比較可以搓出那種 已經有冒出頭的一些粉刺 那假如有一些粉刺 它真的是深根在你的皮膚裡的話 你可以趁這個時候 然後在第一季剛敷完的時候呢 先做一個清潔 把它擠出來 還蠻好擠的 小顆的和其他那種 已經冒出一個頭的那種 就是是可以搓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第一號 就是可以幫助你的皮膚上面的那個粉刺 更好清潔 接下來呢就要敷二號鼻膜 那二號呢 它主要就是舒緩緊緻整個的這個皮膚這樣子 然後敷上去之後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主要就是敷著 然後等10到15分鐘之後取下 整個鼻子也是看起來柔柔嫩嫩水水這樣子 我覺得有差耶 我覺得有差 現在大家就來看就是泡泡鼻膜 還有王者鼻膜的一個BA的效果 然後這兩位模特兒都是完全不能碰酒精 然後也不能碰那種什麼濃度很高 或者是你知道很滋潤的一些保養品 因為他們用的就是非常容易泛紅過敏的 可是他們用完很正常 這兩款鼻膜是真的都很溫和型 但是他們的清潔能力也都很好 不管是用物理性的方式啊 還有它的這些保養精華啊 就是用下去是真的可以讓這個粉刺 還有角質是軟化的 然後可以用物理性的方式把它輕輕的搓出來 然後鼻子就乾淨很多 而且保養完之後也不會讓鼻子會有那種 啊又出油的那一種狀態 因為他們就是保養完的時候 鼻子都看起來很正常 都不會有那種什麼油油那種這樣 噗噗噗跑出來的感覺 然後整個鼻子的毛孔也看起來有緊緻 我覺得是有緊緻的 看起來比較細膩 所以我覺得這個成果非常的滿意欸 我反正我在用的時候我都這樣 哇很精彩喔 不錯不錯 那我自己是覺得就是要用鼻膜的話 當然你直接使用是可以 可是也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就是敷鼻膜之前去熱敷你的鼻子 讓你這個毛孔打開 那你之後再去敷這個軟化角質的精華的時候 它可以更深入一點 我覺得這是會比較好的 那當然如果你是做這個王者鼻膜 要敷這種二號緊緻的一個鼻膜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拿去冰箱冰著 再把它拿出來敷 這個緊緻效果也會更明顯一些 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沛波 好呢把臉上鋪出來的東西呢 都已經去除掉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去處理我們的皮膚化妝的部分了 而且這個時候就非常好化 即便你毛孔粗帶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毛孔粗帶你就直接去找一個填補毛孔的一個妝前 然後把這個洞填起來 你就可以直接上妝 然後臉看起來就是平滑的 所以毛孔粗帶的朋友真的不用太擔心 反而是那種突起的就是很多粉刺的人 好不好 就好好處理一下 你才可以化淡妝啦 好呢關於這次的淡妝的話 又有一些新的小技巧跟大家分享 臉先是妝前保養完的狀態 然後呢直接上一個 腮紅膏腮紅液都可以 就是液態的腮紅 然後這個腮紅的顏色呢也是各種顏色都可以 你可以紫色也可以是粉紅色 也可以是粉橘色 那一種都不適合這個手法 只能用很粉嫩的 OK? 你就拿這種很粉嫩的東西 然後去上在你的整個眼下的一個三角地帶 你就整個平鋪上去就對了 包含你的黑眼圈、淚溝、臥殘你全部上到 然後呢就開始遮瑕 遮什麼黑眼圈和淚溝 所以我第二個步驟就是直接遮黑眼圈和淚溝 然後呢我就直接上粉底 啊我粉底要使用的是這個CNP的 風焦能量霧感氣澱粉餅 這一顆的話呢就是直接上全臉 我先上了半臉給大家看 這一顆的妝效真的超級漂亮 它是一個保養性的彩妝 它是有一些滋潤感的 但是它又不像是那種很油膩很水潤的那種 感覺夏天用撐不住的那種底妝 不是!它是有沉默能力的 所以它上臉之後呢 就是你看它是霧中帶光光中帶霧的一個斷面陶瓷光感 非常的漂亮而且不會有任何的粉感 也不會看起來太油膩 我就上了半邊咧 你可以看到這兩邊的一個差異 就是一邊看起來很自然透亮 然後一邊就是還有很多瑕疵沒有遮掉 然後氣色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整個看起來又有差吧 那我現在兩邊都上完了 你就可以直接看這一顆的妝感有多美 愛上它超級漂亮 而且它的遮瑕是高度遮瑕 所以它是可以透過堆疊然後增加遮瑕力的 但是它不是全遮瑕喔 所以假如你有一些很深的 疤痕斑什麼的你都要另外遮 可是基本上你有一些比較泛紅的夾翅 欸這些都是可以遮掉的 超愛它 而且它的光澤太自然了 很像你天生的那個皮膚的光澤 很實妝 非常的不暗沉 非常的不沾黏 因為你看我就是用衛生紙直接按壓臉 它沒有掉妝喔 讚吧 然後再來呢就是噴水 我也試過了 它是會有水珠流下來的 就是你遇到水然後再用衛生紙按臉 把水吸走的時候 妝也不會掉 它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控油能力 但是它出油的地方也不會暗沉 或是卡芝麻裡 它就是會變成油光 衛生紙吸 把那個油吸走之後又OK了 這顆也是我會拿去外面補妝的 那因為它是保養型底妝嘛 所以它裡面當然也有添加一些 像是楓膠 就是剛剛它的名字 然後它有積雪草 還有蘆蕙跟維他命B5 然後它的這個粉撲上面呢 是有做一個特殊的網妝科技 所以它用起來的話就是可以非常的均勻 比較不會有那種結塊的情況出現 那我自己是覺得它粉撲也是真的蠻好用的 就是上臉的時候呢 它就是不會給你分量太多的妝 就是那個粉 所以我覺得它用起來是蠻好用 蠻貼 然後彈性我覺得也很OK 所以我底妝其實就是這樣子 然後也不需要上腮紅了 因為剛才已經上過腮紅 我現在的皮膚看起來就是 有理而外微微的一個粉嫩透亮感 然後接下來就看你缺哪裡你就補哪裡啊 比如說你眉毛真的很淡 你需要畫眉毛你就畫 那你的那個嘴巴真的是沒有什麼氣色 那就畫一點嘴唇的顏色 這樣就OK 你也不需要畫腮紅了 然後眼妝的部分的話 我是會定妝啦 我就直接定妝 因為我眼周是有那種細紋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直接讓它上完粉底 就這樣 我很容易卡粉 我也比較建議大家去定妝 因為這個粉它雖然是有沉膜力的 可是它也不能完全抵抗你的皺紋 在動的時候會出現的一些卡粉問題 所以呢還是建議大家定妝 那就是定眼周就好了 這樣就OK 反正你臉上只要把那些凸出來的東西 都解決掉之後呢 就算有凹洞 那也是很好處理的 也可以畫出很淡 然後很快速的一個妝容 那當然凸起的部分 就交給我們的這個 CMP的鼻膜了 因為他們兩個真的是 欸用兩次效果就很好欸 因為一次是拿給他們使用 然後一次就是拍給大家看 所以就是兩次 我覺得有差差很多 而且他們都沒過敏 就是非常好 但我是想要跟大家說 因為他們是比較溫和的鼻膜 我們自己的鼻子也會一直不停的冒油 出油 然後又會堆積角質 所以像這樣子的東西 它是不可能一次就清潔到乾乾淨淨 就是這個還是要持續使用 就當作一個日常的例行公式的保養品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很簡單的畫出非常清透的妝 然後這個也是非常推薦大家 這氣墊太好用了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你有使用過CMP的一些產品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大家分享你的一些體驗感 那喜歡的訂閱我們啦 喜歡我看夏天可以去我的IG 掰